谁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1930年的时候 两位民国大学者梁肃明和胡适 他们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 梁肃明质问胡适 说大家公认中国的第一大仇敌 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第二大仇敌是国内的封建军阀 而您却认为不是 您认为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慕 这是为什么 是有什么道理吗 胡适痛心疾首地回答说 如果什么都归结于帝国族 张献忠洪秀全又该归咎于谁呢 鸦片固然又外国引进 为何世间长进民族不蒙其害 今日满天满地的因素 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文重呢 帝国主义扣关门 为何日本能够借此一跃 而成为世界强国 这一段历史上 著名的梁胡适变 在当时的社会引起恶意 很多人批评胡适 说作为一个中国人 不站在中国的立场 思考国家的安危 到今天 回过头来看 你怎么看